赵匡印在龙宋阁沙子大雪和小雪 穿刀院里一看 眼前无数官军横柱去路 为首两员将冠 年纪在三十上下 手拿钢刀正是当朝国旧苏林苏豹 赵匡印没把这些人放在眼里 手成老线冲进人群 左下右下刮刮刮定当 砍倒了一个 其他的不敢上 苏林一看不好 这狐脸大汉杀死我们他们爱妓 他要跑了 万岁被怪气了不可 想的是 一动身来到赵匡印的剑前 一共手中腰刀 撞头就中 赵匡印急门闪身躲开 白宝剑正苏林小虎刷了自己 那苏林下来抽刀 换是一切赵匡印的手腕 赵匡印撤了宝剑 苏林的刀走空了 赵匡印趁机宝剑奔苏林的面门刺去 苏林用刀一迎 赵匡印的剑尖 啪 正点的手背上 藏着小子啊 一露啥 赵匡印一个脱蛇吐性 是吧 奔得全胸出去 这小子吓得一个眼睛就等死了 赵匡印的剑也快到了 心中犹豫 我爹和他同剑成尘 他是皇上的大佑子 我要把他扎死 居家满门 一个也活不了 给他点厉害 留个记号 何必要的性命 想着手腕子往前一搭了 剑尖在他躲大腿肝那一划 唰 这个一下子出了半尺长的口子 血刷就流出 藏着小子哎呦 用手一捂伤口 呸 扭头穿到人群外 足够还喊 骗一骗 剑条命 赵匡印还往外出 二国就租报一看 哥哥受伤 冲着军兵高喊 快 把他围着 别怕红脸的汉 跑了 撑完不着 哪拦的肉啊 别忘了 赵匡印在关心路上创伤多年 其实天下好汉 学得一身豪役 马上布下长存短打 样样精通 赵匡印留着的大红权 传到今天 在权术上也有一号 是大宋朝开国的马上皇帝 都是弟兄怎么比啊 当兵的更百费了 眼看要到门口 苏暴提里着急 爱想我们哥俩是马上将 上马轻招 还能对付 在布家蹦的 那是白贼 可又不能眼看凶手逃跑了 有什么办法抓住他呢 突然急中声势 哎 红脸犯 你先站住 我有话说 军兵 都撤去 军兵花 撤回兵刃闪在一旁 赵狂征收住了脚步 把剑像的血迹 在靴子底上 撤了一撤 你有什么话 说吧 红脸大汉 你闹了高兰院 杀死皇上爱信 又伤我兄长 你可敢报个名字吗 你是谁 赵狂征一阵的冷笑 哼 天下人滚天下事 非问明星干什么 有能耐 你把我抓住 不就完了吗 啊 杀人的凶犯 你是不敢报名啊 这你可真是把人丢尽了 我是放纸开手龙凤阁 如今叫你脚文乱七八糟 你跑了 我们可倒霉了 你这种嫁祸于人 算的什么英雄 充的什么好汗 赵狂征叫他这一僵啊 可挂不住了 想说的 我一来就没法 给你留个名信 也跟大云来的光明 去得正大 我叫赵狂征 你不认识我 我可认识你 你们苏家父子 不该助纣为虐为虎作诈 纵容昏君贪恋酒色 盖下勾来院 盖着祸国殃民的勾当 今天我来找昏君 偏调他不在 这算他走贼运 你告诉他 从今天起 把勾来院给我撤了 干点正经的奶奶 如不清算 只要我不死 我就天天来闹 闹得个天翻地覆 哦 苏宝听完这段话 倒气口凉气 闹了半天 凶手是赵公斤的儿子 我说的呢 别人没这么大的胆子了 苏宝怎么也知道赵狂征呢 赵狂征在京城可合作有名啊 男女老少没有不知道的 因为什么呢 从小就逃得出奇 小时候 他比一般孩子体格也壮 胆子也大 脑子也快 脾气又高 尊厚打架 在各府大臣的公子少爷堆里 赵狂征是孩子王 有多少人都得听他的 在玩耍的时候 别人当兵 他当将 别人当官 他当皇上 灵活孩子八小庙 掏瞎瞎瞎 把庙门外的石头狮子 都给披到河沟里了 谁要是不听他的 就挨尊揍 但他可不无故欺负人了 等到了十二三岁 明白善恶和好坏 那就更厉害了 专门的打拳 劈腿 开始练武 在京城爆打不平 济寸不为 专门在王孙公子堆里闹 弄得各国孩子都怕他 大人恨他 近几年他离开京城 可算宿敬刚把他的名给忘了 今天又闯了个大户 苏豹说 赵狂叶 你好大的胆子 你爹吃皇家俸禄 你穿了皇家衣服 还敢闹玉勾兰冤 这是想要造反 赶快赴王 嗯 没那么便宜的 来的 把这个钻 比你花里大 望他们以为 苏豹可今晚后退 为什么他怕失归 苏林这边已经把伤防好了 站在一旁给兄弟助威 赵匡运一暴 这小子吓一哆嗦 心想 我们哥俩 哪能抓住他呢 快点 我给我爹送信去吧 他偷偷的告诉兄弟 看出赵匡运 随后去找苏凤吉 再说赵匡运 手中武剑 寒光闪闪 昏兵山上死 蹦上戴沙 是铁战 窃退 赵匡运是步步将兵 眼看到了门前 猛然抱前蹭了一动身 宝剑刷刷 叮当两下了 砍伤门军 是夺门而出 出了龙凤阁 这道门 奔长春园的大门 这边就听街上杀声刺激 人声鼎吹 别放凶手跑了 抓住赵黄燕 官军从四面八棒 雍下长春园 外边的兵 比里边太多了 这是镇守京都的五分军 已经都来了 现在绕黄印 早把王法支支度外 他向出水的交龙 有下身的猛虎 冲进官军队伍 在那 官兵越聚越多 杀一个 杀了两个 杀了两个 又上来四个 用的是人海战术 以多至胜 车轮战的办法 带换班的 赵黄燕可苦了 单人一口咽 四面防守 八方比党 烧一失神 性命休矣 此时天光爷 赵黄印怎么战 也出不出个缺口 只类似通神示汗 决然衣衫 眼睛看东西都不清了 多可有点功夫啊 不然呢 早死在官军的乱刃之下 他正打着呢 突然 官军们各受兵人 往后撤 当中闪出一条人糊串 赵黄印觉得奇怪 这是要放我走啊 那就更好了呗 他当冲出几步 就快迎面 来了一匹马 赵黄印以为来了 见物官要单对单的消守呢 所以收住脚步 拉开阵势 准备私杀 哪知道 迎面来的人高喊 小奴才 还不放下凶器 祖祖福榜啊 赵黄印听声音特别耳熟 他擦他眼睛仔细看 啊 当时吓傻了 来的正是他父亲赵黄印 见老人身穿官服 因为有棍伤 骑不了马 趴在了马背上 老人须法皆诈 脸色皆精 浑身哆嗦 只让儿子说不出话 吓得赵黄印 慌忙跪摇 心想 谁把我爹擦来了 他老这一来 我命 休矣 为什么呢 他能和他爹打吗 他听似爹的呀 原来赵黄印在长春园 报了名 苏林立即 给他的爹苏凤吉送信 太师苏凤吉听说凶手是赵黄印 吓了一跳 小的时候 就是个不怕死的主 如今长大了 就更扎手了 想要抓 不是那么容易的 不如找他爹 我看赵黄印 你怎么办 你要凑死兴凶 我先把你宰了 就这样 苏凤吉带人来到赵家 见了赵大人一说 赵黄印开始不信呢 派人夜找 院里没有赵黄印的影子 赵黄印害怕 挣扎着村上官服 叫人背马 家人把他揉到马背上 出来找儿子 来到街心 就瞧见赵黄印的浑身是血 老人是吓得大烈昏飞啊 小奴才 你胆草包天 杀死万岁的爱迹 还敢拒谱欧差 杀伤君族 杀之不俗 寡之有余 可怜我一家满门被你连累 你还不扔下凶器浮房 赵黄印听了父亲的话 心中难过 回家来还没尽孝 方儿把老人给牵连起来 对不起父母 老爹爹 您息怒 孩儿做事正大光明 不是为非作胆 如今犯法 我一人称当 绝不连累爹娘 我正要见那婚君去奖礼 老人家 你们绑吧 说完你甩手 扔了宝剑 道歉二费福吧 赵黄印告诉官兵把他绑上 谁也不敢过来 赵黄印无奈 叫人掺不下马 亲自绑儿子 回山游队苏凤吉说 赵太师 我带着逆子上见勤罪 苏凤吉不音不扬的一乐 找老将尊还算知识杂物 对不起 我先行一步 顶明天子 你们慢慢走吧 说完 苏凤吉领着儿子苏鲍 奔武门去了 就派人到唐春园收尸 查检损失东西的数字 打扫接面 检兵阵 收伤后 死者呢 把找来家属认领 担表奸臣苏凤吉上殿命军 汉朝新君叫刘承佑 是刘高之子李三娘左生 鲁名叫杳其郎 今年才将够二十岁 此时 刘承佑正做的新闻殿 文武百官排列两将 这里头有书密使杨斌 史洪 赵 王章 还有国舅李业 李洪建 李洪义等 君臣正商议国士 苏凤吉上殿 见了皇上 把赵皇军大造高兰院的事 天妖家出的一说 刘承佑都疼死了 大雪 小雪一子 真像挖了他的金 摘了他的肝 丢了无价宝一样 作族吹凶是 退苦一场 他爹刘高刘志远死 他也没这么哭过 这两个纪律死了 可真难过了 半天才举注悲声 把牙关咬得咯咯吹响 小脸气得辣渣王 非杀赵家父子 给我那掌上珠 报仇不可 就在这这儿 箭头关起动 万岁 赵公英 党子 投案自首 现在殿下后人 刘承佑年纪不大 参九号色 瘦得皮包骨 说话都费劲 好 选他上殿 城上居家 留选赵公英 随时上殿 骂 最臣 接旨 赵大人 走金砖过玉路 来到八宝金殿 跪倒在品极台前 山湖万岁 最臣赵公英 参见武皇万岁 万岁 刘承佑往下看看 赵公英 朕现在江山牢固 四海安宁 给几个美人 盖个勾来院 女里何干 前日 你诽谤本人 我念你是老臣 没有怪罪 只打你几棍子 一天怀恨戴心 纵死兴凶 杀了大雪和小雪 又杀我的君主 你该当何分 万岁 臣子赵皇令 不守国法方章 打闹勾来院 刀山御计 最开观词 非是罪臣 措施他行凶 臣将他绑来领岁了 好 把赵公英 带上来 刘承佑心想 我得看看这个人 胆子他怎么那么大 敢闹到我的头上 这时候文武春臣 东台御史 西台御史 书迷院 平章士 汉林学士 都替赵家父子害怕 心想这赵大公子的胆子 可能比骆驼胆还大 这不是叫他爹那条老命吗 就在这个 赵皇令被推提桑桑的 带走金剑 站在那块 利而不贵 有人起奏 万岁凶手带走 回家 赵皇令放下一条 哎呦 差点没把他吓趴下 怎么 赵皇令身高脾壮 长得威风还不说 他昨天晚上打了夜战 浑身上下全是写的写人一样 往那一站怒法冲冠 刘承佑一看就哆嗦了 赵皇令将儿子利尔不贵 一拉着林一军 小声说 奴才 还不贵一样 赵皇令你看来 爹 你叫我贵谁 哎呀 木屋台 你到天天得给万罪磕头啊 我上跪青天 下跪国立 尊贵国母 贵我的师长 和有道民尊 不能贵这个无道的昏君 刘承佑一听骂的 一拍龙展 咚 下跪什么人 赵的公主 赵皇令 赵皇令 你敢木屋君王 该当何罪 赵皇令往下瞧了瞧 将汉主刘承佑 未老先衰 小脸灰糊糊的 只剩下一小条 二木无神 说话气弱 往那一坐 就像一只大烧鸡一样 赵皇令看大 没有回答他的话 刘承佑急了 说 赵皇令 你该当何的 赵皇令 瞟了他一眼 上面说话的 可是汉流王 嗯 正是寡人 刘承佑 你既为君 都不懂为君之道 就别怪我的老板 幸福里了 赵皇令 在旁边听了儿子的话 吓得直哆嗦 女子 你敢言其圣主 你可递杀我了 给我跪 赵皇令 趁他儿子不问 突然又有一披子的后腿腕 赵皇令 没防备 噗噗 跪下一条腿 那也是怕他爹气坏了 要不然半招嘴也不贵 刘承佑问 赵皇令 昨晚是你杀死二美 对 闹了勾来愿 杀死俩阴部 杀了君族 你放下掏心大罪 还敢如此豪横 我没罪 你想此落里 所以 不但我无罪 我还有功了 杀人还有功 什么功 刘承佑 你懂不懂 做君王 应该讲的什么 你不懂我 告诉你 做君王 应该讲的就 人孝聪明 尽刚 简学 人者 得也 你有德吗 你缺德 大胆 你敢骂本人 你该骂 哪朝哪在有皇家开钩来愿 设青龙图馆 开赌场的 这 这 这是为了 方赴国堂 招财进宝 能赴国 强军 胡说 难为你说的出口 哦 开高来愿能赴国强民呢 赴国强民之道 据我所知 昔日 姚舜与他 四大先王 减轻税收 免服姚义 鼓励宰性 男人奉公收法 精重放牧 女人 善良贤惠 直不养残 那这是上顺天心 下安低民 名正言顺 称得起 三日一方 五日一语 风采武顺 国泰民安 五股风筝 六出行吗 谁像你 智雇祥乐 贪图女色 建设勾拦 把好人拖向一坑 不能自拔 每期明月 招财印宝 你可是 你的所为 百姓怨声再造 现在国家 未能统一 三镇割据 各自称霸 男友南唐王 李景通 北友契丹 东西两仪 各有翻镇 江山不稳 你再不理朝政 长此价值 非能长久为敌 我怕你的江山不稳 你才闹了 长春猿 杀了二燕妇 是除交破坏 征服民心 得你以正名誉 勇合不可 所以说 我不但无罪 反倒有功了 呃 这个 这番话 刘成又被说的没词了 文武全臣 暗暗点头 最坛成的 是汉主 嫁钱 平张氏 史洪照 平张氏 相当于丞相 这个角色 心想 说得好 说得对 我们当老臣的 也看不下去 可是不敢说呀 赵匡敬 小小年纪 有如此胆量 敢今天问君 蛇剑春枪 执名要害 此人有胆有识 天途不亮啊 也有胆小害怕的 哎呀 这小子胆子太大了 非得叫皇上寡了不可 奸臣苏重极 在语堂奏文 呃 万推 凶犯赵鹏 身份国法 刀伤人命 还顶装万岁 将这样 叛臣一子 杀之不足 寡之有余 所以 来呀 快把凶犯父子 推出去 杀 咋 赵 狂一天 要杀他的父亲 大喊了一声 孟君 我杀人 为什么要抓我父亲 他宗子兴凶 叫你去高兰院刺杀寡人 行此为随意 你才杀死二美 朕其能容死 胡说 世上哪有做父母的 叫儿子兴凶之力 是我独出心才干 与我父无关 再说 我父为你们刘家 忠心无二 无功劳有苦劳 难道别为我 你就忍心杀他 死不教 父之过 教不言 师之堕 他就该死 是 为是 刚要往下 吹这爷儿的 就听旁边有人喊 万罪 刀下 留人 那边站住了 刘成又回头一瞧 说话的是 苏密使平章是 史洪赵 在朝里权仙最大 是脱姑的老臣 石大人跪倒磕头 万岁 赵匡应 身扮国法 理应斩首 可赵公英 乃至两代 半军老臣 劳苦功高 要念他 是房子善变 投案自首 请同情发落 他的话音刚落 素质和赵的人相好的 忽拉一下 全跪着求情 万罪 念他忠心为国 饶他这次吧 刘成又一看这么多人求情 真要是拨面子 怕大家憨心 引起重怒 尤其是为妓女杀大臣 名声也不好 想着这只颗简头 好吧 看在大家的面上 饶了赵公英的责罪 学旨为名 永不听就 三日后离开京城 谢万岁 赵公英磕头 往旁边一闪 金陈苏纵记 看饶了赵的人 心中暗恨史红赵 好啊 都是你早本救了姓赵的 他要活 我叫你死 书龙交代 后来苏冯杰进贪言史红赵 全家一百多口都被杀 敌伐了他的兄弟史燕超 这才宝钗容新大舟 这是后话 先不提 再说赵公英 二字磕头 口呼万罪 能否如罪人 收拳子尸体呀 行啊 他也投胎一回 别让他白骨献天 可以领尸 多谢万岁 照顾你心里难过 心疼的看本 可是也没办法 这阵赵公英 大骂刘成佑 胡冯军 别看我今天被你吓 你将来还不如我 我先走一步 看着呢 这就站在将军 官家界 看你横行 倒极时 说完 面无趣 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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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步走下 金殿 苏凤吉桃子 当监展官和护手 法场 老贼来到外边 领着他的儿子 踢招马 在法场的周围转 法场就设在十字街口 这是大街屯兵 小巷安炮 藤财手 弓箭手 削刀手 罚住入口 怕有人抢罚场 正当中 立好了庄角 把赵鹏命压来 插上王命招牌 捆在了庄角之上以后 法际散乱 身后的刀扶手 怀抱鬼头刀 来回之溜 炮扶手栽上三尊炮 准备盗石阵点炮动行 此时 天空昏晦沉沉 日色无光 赵狂义心里不好受啊 安详 难道我就这么死了吗 看来爹娘是白生我一场 往日的志向 全程梦境 就在这儿 火公司 已经把火神 处在药女上 倒 头声炮响了 声音震撼 京都 都知道杀人了 老百姓们胆小的关门庇户 从窗户眼往外看 胆大的 骑在墙头上 趴在树上 房顶上看 还有的挺远的道路 也跑到这儿火径 躲在买卖的狼颜下 叹气 赵的公子死的冤 他杀死欲继 为百姓出一祸害 反遭扎身大祸 老师也怎么不睁眼 救救赵公子呢 就在这儿 赵光阴的两个弟弟 邝毅光美 领着四个家人 抬来一口棺材 来到法场外的高坡上 把棺材放下 装过衣服 搁在棺材盖上 单等人死了之后 好收尸 这是他爹赵公音 回到家里 告诉两个儿子 给赵光阴预备的 狂义光美的远处 站着哭的眼圈 突魂 可是不敢过来 就在这儿 叨叨 二生追魂炮响了 刀出手 把刀撑撑 大榴弹 就等着三生炮响 口中醒 猛然间 就在清河门外 跑来二三百人 这些人 有着春红挂绿 有着春紫挂青 有着春白带素 有着春蓝挂翠 各个龙法包进粗衣变鞋 手纳刀枪浮棍 木棒桑叉 也有的 巨叫插的少数二指钩 门框抗炎大出头 一个个眉毛也立起来了 眼睛也震起来了 腮当子也鼓起来了 家伙也举起来了 像沙身肆体一样 是边跑边喊 都来人 抢发场了 赵大姑子 为咱老百姓 挨个刀啊 咱不能看着呀 把精神帮个个儿啊 忘个皇上吧 把他救出来 咱就保他喽 这些人一天拥到狮子街口 还要抢发场 杂旧 赵 荒 晋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